繼續來關心中日韓三方高峰會 昨天先進行的是 中國與南韓的雙邊會談 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跟尹錫悅 也就是韓國總統會談結束後的聲明稿 卻被發現呢 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 表示尹錫悅表態 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但是南韓總統市卻發出聲明說 他們並沒有在台海議題有所著墨 也就是說中方刻意去曲解南韓總統的談話內容 也讓很多人覺得這是非常嚴重的外交失禮